哎 你在哪呢 怎么回事 我打了多少电话了 爸呢 我 我正给爸转院呢 转院 你转什么院呢 爸都病得那么严重了 行活活 你在哪呢 赶紧回来 把爸带回来 行活活 我知道了 好 来 别打了 爸 爸 书儿 爸不下了 爸 他怎么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 您呢 你看不看见有人来啊 看不看见 我哪看见了 爸 你赶紧去那边找找着去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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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子 你没什么解释 他已经打算人了 我把自己弄压住死了 你走得来 我走得来 你走得来 ให้你啊 这把我带去哪儿 你走得来 爸 爸 爸 妈 救命吧 你把爸给我找回来 我该就跟妈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还要不记得我啊 爸 爸 爸 谁让你给爸转院的 不是转院 那不是我哥我哥出的这主意 瞎折腾转转转 咱搬哪去了 刚才那不下雨吗 然后 一会雨一转时就没了 人都没了你还坐着快报警啊 对 对对报警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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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这是啊 掉河里了 你怎么了 爸 爸 爸没了好好的怎么会没了 爸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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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 弄的孩子都不消停 我不小的啊 是我爸为了不是你爸为了 爸丢了又不是人没了 你挺大老爷们儿你在这哭哭咧咧咧咧 我跟你说放开啊啊我爸有个三肠两短 我跟你没玩我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你爸三肠两短跟我有啥关系啊 你吃什么长大的 你自己说话得讲点良心 你说什么呀 有什么 你跟我讲良心的呀 爸 你要我的钱你要房 要我的房 你该房门 你能死亡证明 你说你跟我爸干了什么事啊听说 你们牛家的这点事 你干嘛都往我一个人身上赖呀 我为了谁呀我 我告诉你牛志华 你还别跟我放红 我今儿 今儿我给你放红了 怎么着 你要打我呀 你是不是要打我 今儿 今儿 你打呀 今儿 今儿 打死你我 别给我抓啊 你给我起来 起来看我怎么收着你 你给我起来 妈 妈你找妈妈人呀 妈你没事吧 妈 你没事吧妈 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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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证你 venue infection 都没关系 刚果 fis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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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爸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俩这么干也不是个事 要不咱先回去 想想别的办法 回去吧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带了点车子 车子 慢一点啊 慢一点啊 诗文 这怎么了 爸有消息了吗 跟我们俩走 去哪儿啊 找大哥去 不是 崔三这儿 我没事儿 你跟他们去吧 我自己就行 你小心点啊 你干嘛你 你干什么去 你干嘛你 你干什么去 你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去啊 你起来你 我回家 我要回家回我妈家 我跟你离婚 起来起来起来 妈 起来 妈 妈 小冬 快救你妈 妈 快来救你 你快 你干嘛你 你滚 你起来 你干嘛你 你 你不是牛吗 你挺能的吗 你打我那时候呢 你干嘛你 起来 你滚 你干嘛 你别打了 你干嘛 没事儿 向东 我和你妈谈着心 你滚 我错了 我错了 离什么回京 说那种伤心的话 你看你把我这嘴闹的 我上班也没法上 我一出去人都吓我 你快走 你小小事 离去听见 你给我走 你走 你走不走 我错了不行吗 你走不走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打打打打打 曹尔新 谁呀 哎呀 月梅啊 cliche 哥 是不是那个呀 言智华 我给你说点事 江东回屋去快 这么多天了 爸一直没有消息 你们俩打算今后怎么办 月梅啊 你别着急啊 你看都这么多天了 也没有咱爸什么意外的消息 我觉得这是好事 说明还有希望嘛 是不是啊 姐你看 爸这事吧 咱们每个人都挺伤心的 现在呢 电视 报纸 徐人启示 咱都等了 咱们下边还能怎么办呢 这什么怎么办呀 这这事不是 这不都过去了吗 那咱爸找不着 你也不能赖我们志华呀 是不是 咱俩这没你事 你先回屋屋里 这没你事 快点 你回屋屋待着 月梅 帮你那早上接着说 我问你们啊 那天 是不是你们俩 故意把爸给扔了 不是 怎么可能啊 姐 怎么可能啊 是吧 这不可能的事呢 那好好的 就算是你们把爸 放在了板车上 那他动的动不了 不能动的人能上哪儿去 怎么那天 就那什么嘛 我这 我这一转身啊 然后就 一转身 一转身你们干嘛去了 而且 那天啊 下的雨 雨特别大 我们俩交的吧 都找不着路了 就想是 病 然后 然后 真的就 一转身就没了 对对 芝芳说的没错 你们俩敢发誓吗 敢呢 什么不敢呢 我牛志华 我要是 对天发誓 我要是把我 把我爸那个扔了 牛志华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你 好好的 你发什么毒誓啊 这没你事 怎么没我事 月梅 这事不是已经都过去了吗 日子好不容易刚缓过来 这这这 那闹什么呀这是 那天我们志华回来 那个大病一场 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我们该出的 钱也出了 力也出了 你现在你又让他发毒誓 这凭什么呀 牛志华 不是 姐你说 你还搞这个 不是 就就怎么着 我哥 我们俩 也不能把爸扔了 你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呀 我们俩又是把爸扔了 你让我这个 倾家当产 妻子散 好 牛志华 牛志华 你们俩听着啊 我张艳梅今天把话搁到这 如果咱爸 真找不着了 我张艳梅这一辈子 没你们俩个混蛋兄弟 你看你 这么说话 岳梅 大厂 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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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骗我 咱爸不会有事 没事 没事 怎么雷西尔不给我们一个 也见不着人呢 你 你也别太伤心了 你是不是已经到这儿 还能怎么着呢 岳梅 咱回家吧 这个地方 我以后再也不想玩了 紫霞阿姨 我这儿正不知道怎么能找到你呢 我就是想劝劝你呀 你父亲的事 你可千万别太担心了 你想啊 现在交通 医疗都很发达 你父亲即便在哪儿 身体突然不好了 病倒了 总会有人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是不是啊 另外 你看你们家最近 发生那么多事 他可能 没准他是心情不好 压抑 想要自己单独静一静 待一段时间 老人嘛 这都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 所以我劝你啊 别太担心了 听阿姨的话 云梅 阿姨说得对 没准过两天爸就回来了呢 啊 好不好 阿姨那我们走了 走啊 别太着急啊 阿姨再见啊 好 别再伤心了啊 阿姨再见 好 再见 老马 我是紫霞 我跟你说呀 我刚才正巧碰见月梅和她丈夫了 我就跟她说了几句 劝了劝她 让她放心之类的话 啊 啊 啊 不会 不知 我知道 啊 啊 啊 好 反正就这事 我跟你说一声 啊 啊 我 哎 好好 好 再见 小婉儿 你要离我上事干什么呀 你老问我你说爸能上哪儿去 这我 我也觉得奇怪啊 这地方啊 我越来越觉得特别渗着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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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不是你说一大活人 一转眼他就没了 不是这地上 他能有什么呀 有事了 有老虎 还是有外星人啊 志文 这地方就咱们哥俩啊 什么人都没有 你跟我说实话 你那天说给爸呀 要转的给医院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 不是 我们这说爸这儿 什么就就医院有啊 我看你呀 你就想把爸扔了你 我想把你扔了 好 月梅 我跟你商量个事 是 你看这么长时间了 爸也没找到 那钱放在那儿也没用 咱就把房子 赎回来吧 不行 你怎么知道我爸找不着啊 万一找到了呢 那钱要留着给我爸看病 我知道你心疼爸 可你为孩子想过没有 咱们大人住到这儿 都没关系 你看一看孩子 连学习的地方都没有 爸 没事 外面挺好的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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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老子 老子 您找我 好 志文啊 有个事 咱们分公司 那一百多万备用金 不是你管着吗 现在公司催了 这个要上交总公司 不能再拖了 你没事吧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没没没没 就这事 你尽快办吧 总公司 集来了一个财富总监 要求沿着呢 月底前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搞定 好不好 好 那我 我 我过去了 好 老何 我牛志文 志文啊 你怎么今天详细给我打电话了 那个 你今天有时间吗 我有点事想过去找你去 咱俩 找地方见个面 我今天都安排满了 明天行吗 不是 我特别着急 今天吧 好不好 十分钟你要是出来呢 我过去找你去 那行吧 你过来吧 来 老何 老何 你呢 有毛衣啊 让你来等我 来 什么事啊 我就不客气了 我最近遇上麻烦了 我想了半天别人 我 也不知道能去找谁去 到底怎么了 我 我在那公司不是 现在当了一部门经理吗 那个 有部分呢 备用金呢 归我管 我一时没忍住 就想拿这笔钱啊 去打个短 没想到这笔钱给套住了 最近上边刚刚来了一个财务总监 催着要让把这笔钱给还回去 多少 七十万 老何 你 想办法帮帮我 要不然你说上边一插着手 他得吃官司都在 七十万 这儿啊 那七十万要说多他也不多 要说少也不少 可我现在哪有钱借给你啊 这金融危机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何的钱 咱们同学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再怎么着 你比我强啊 我老婆最近马上生孩子 帮帮我 我现在的很多资金啊 也给套住了 哥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你帮我想一办法 你帮我想一办法 哎呦 志文 我倒觉得你现在啊 应该去找一家财务公司 不是 财务公司 不是 招惹不起他们啊 说实在的 现在像你这种情况啊 就应该去找财务公司 没错 财务公司的利息是高了点 但是财务公司有的时候它能救急啊 你不就是急吗 先把窟窿堵上再说 那 我这有一家财务公司 一朋友 你你可以去找一找 是不是我现在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怎么办 啊 我 愿意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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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志伯 没事 没事 赶紧睡吧 月儿 我这后背这么疼啊 看看 看看 怎么了 不 你这后背怎么三个血印子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谁给你弄的在单位 不可能吧 那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说梦就梦 梦的爸追我 然后拿鞭子抽了我再这样 说我爸怎么回事 你别瞎说了 那八夜三更的 你干吗呀 就你跟那个 张月梅堵什么咒啊你 先生 明天赶紧到目的 给爸拜拜去啊 爸这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你拜个屁呀爸 大爷得去 去连妈拜拜 妈和爸好 让妈求就行 妈 妈 赶紧 赶紧 拜 拜哪 拜 拜哪啊 求求妈 也打你三遍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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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合一合一 这爸这事到底怎么办呢 这样拖起也不行啊 你撑这头干吗呀 你怎么不让志文跟月梅你张了这事啊 不是 那什么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你再一个 我怕这晚上老睡不好这不行啊 行行行 走 那大伙一块吃个饭吧 吃吧 好 他们请客 什么事啊 你非个单位来照顾我了 打电话不行啊 这件事必须等会儿跟他说 快 走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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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文啊 爸这么长时间也没消息 你这老他们拖下去也不行啊 我这心事可不疼是吧 我想啊 咱们兄弟姐妹几个啊 抽时间 上马上那分 去拜一拜 就这事啊 对对对 不是 最近吧 咱俩的事特别多 你过几天吧 千万别过几天啊 真是 不能拖呀 我跟你说这事 我跟你说这事啊 我跟你说这事啊 是不是啊 我最近 做梦 老梦着爸 我昨天晚上梦 我又蒙着爸了 爸见了我以后 生气就追我呢 拿着鞭子打我呢 到处追 我跟你说 真仇着了 在我腰上 你看 你看 看见没有 媳妇 你说的是真的 这种事情更能撒谎吗 绝对是真的 志文啊 你说能不能是爸 找才美了 我听人家说的 是吧 人到那边以后吧 这边好多事情 他不容易 他弄不了以后 他就同梦 他就回来 回来就找咱们了 就给拽下 行行行行 这样吧 两天拽一块 赶紧到妈那坟上 一拜 好好好 求求妈 求求妈 好 好 马上想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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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车音乐 帮他想放在那里 他很可爱 这就好了 你还懂得 啊 我应该的 还来得现了花啊 那 是还用问呀 咱们都来了 就月梅没来 肯定是月梅呗 姐 又梅 大成 我说 好样事没见了 挺好的吧 不是挺好的 你们也挺好吗 这时候什么时候来过了 你都放树花了已经了 没有 我们刚到 还没给妈献花呢 这花不是你们献的 不是啊哥 难道是谁给妈献的 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一定是爷爷献的 爷爷都没了 他怎么可能给奶奶献花啊 别瞎说啊 那赶紧赶紧给妈拜拜啊 对 赶紧赶紧快 好保佑咱们全家庭啊 向总 那样子给妈多磕几个头啊 求妈保佑我来 妈 我们来看您来了 那个爸去找您了吗 嗯 我们家智华 您是最了解的 他 特别好 特别孝顺 嗯 打心眼里面 孝顺你们二老 所以 您一定要 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 啊妈 还有 妈 您跟爸说一下 千万别恨我们家智华 智华都挺不容易的 妈 我们会 经常来看您的 哼 咱们都走了 智华 月梅 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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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 等一等 智华 这有事啊 吃饭 一会儿吃个饭吧 贵姐 你吃吗 我不去 我跟大程要回家了 别家 吃个饭耽误不了了 多长时间 再说呢 咱们兄弟几个 好长时间也没聚了啊 就吃个饭吧啊 我和你嫂请客 不是 我 昨天就跟人约好了 一会儿跟人谈一事啊 不是 你们这都怎么回事啊 一个个就跟那个忙的 什么似的 一块吃饭有那么难吗 这智华还是不是你们大哥呀 这爸的事 咱们得在一块说的说的 你这 是死是活 得有个说法呀 你 你不能这么悬着呀 啊 爸 你这还有你最爱吃的 爬羊脸 你这还有你最爱吃的 吃饭呢 一个是咱们兄弟姐妹好长时间也不见了啊 聚一聚 再一个就是在一起商量商量 这个下面的事该怎么办 你说 是这样 就 最近吧 这是老做梦 梦是老梦是咱爸 咱爸这就梦着 老想有什么事跟我说 还有就是妈 你看他这走一年多了 啊 这鸡人在下面也挺苦的 也没个人陪他 这不是咱爸这不是咱们也找吗 那什么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什么你明白了 是吧 那你的意见呢 你看最近咱们家这呢 出了这么多事 挺走背字的 觉得是不是把爸这事 还办了 志文说的没错 是这么个理儿 爸老这么着也不行啊 赶紧找个好日子 把爸跟妈合葬了 这也是我们做儿女的一番心意 是吧